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他在我们活动期间 如果遇到困难的话 就会帮助我们 对我们很好 就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他人很好 然后很会带游戏 就气氛很好 他是廖彦林中士 目前服务于空军第十二 通航资中队维护分队 从高中时期 因为受到导师的启蒙 开始积极参与各项公益活动 他最早是加入 全球青年服务日 GYSD所成立的校园志工团 到荣民医院等地服务 也利用暑假期间 参与卤娃娃月幼成长营 热心公益的他 更在去年 荣获国军楷模殊荣 举光原地制作小组 此次特别走访台东制航基地 透过镜头 带领官兵们 了解廖彦林 一路爱心行善的历程 GYSD应该是在他入学前几年 已经开始了 我们旁边就在学校附近的荣民医院 非常近 因为我曾经在医院里面看过 就医院有蛮多的那种所谓的假日志工 那我觉得说这样的一个群体的话呢 同学来做非常OK 所以当我提议以后呢 我说同学们你们自己去找人员 然后呢自己找出那个所谓的队长 所以他们最后呢 总共有19个人 那彦林呢担任队长 成立这个活动之后呢 他很积极地跟我们 农民医院的社工师做联系 所以他们整个后面的活动 他们做得非常好 第一个参加的活动就是GYSD资工团队 那就是我那时候是利用暑期时间 然后召集学校的就是同学啊 然后或者是学弟妹 一同参加那个这个GYSD资工团队 然后到农民医院去为老伯伯服务这样 然后去带他们去玩游戏啊 然后陪他们聊天啊 然后甚至教英文等等之类的 那也是因为经过老师的指导啊 老师的推荐推引啊 会让我就是有想要从事 自封活动这个方向 做善事就是会让人家快乐 对 那我也希望说能够就是 把这个爱心发展出去 然后它就是开花结果 然后可以让这个社会 就是有更多充满爱的地方 然后就是让这个社会更好 台东县的美术馆 那刚好在里面有撤一个展 就是跟他们合作做机器人展 那那个我印象就好像是维持三个月 那这三个月的时间里面 学生他们要自己主动的轮流排翻 然后到那边值班 那燕林在这个部分也是表现很好 他就是会主动的参与 然后会去带领学弟妹们一起参与这个活动这样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要去指导里面的小朋友 因为去参展去看的人 有大人啊小朋友 就是年龄前非常广泛 那他在里面也都可以做到他应该做好的角色 从民国96年开始 廖燕林也自发信参加每年暑假的鲁娃娃月幼成长营 一路从初期辅导员成为规划整体活动的执行长 在志工伙伴口中 廖燕林犹如是位贴心又充满爱心的小天使 他在鲁娃娃月乐营服务时 全身上下充满活力 以服务的热情 在每个人的心中种下充满爱的种子 期望开花结果 让更多的爱分享到社会每个角落 使一起参与的志工们 心中深受感动与钦佩 燕林本身就是非常活泼 然后对事情非常的负责 那在参加几次这个营队之后 营本部的干部都非常肯定他 对他在参与的部分非常的赞赏 我觉得燕林哥他就是在活动上 是非常有领导力的一个人 然后私底下其实是很幽默 因为我是执行官 就很欣赏他的领导能力 也是我觉得值得学习的地方 为了策划爱心公益活动 廖燕林时常利用公余时间 与志工伙伴召开筹备会议 对于这项热情的活动 他从不停歇 总是以积极认识态度与服务精神 让大家感受到他的热心与动力 加油 他也是从我们的整个一个团队里面 整个好好的经过培训 经过整个团队呢 极力的一个学习 而且他个人的学习精神呢 非常的棒 在整个的一个领导的同意里面呢 也发挥了零零尽致 把我们的小朋友 把我们的大哥姐呢 都当做自家人 也训练得非常的完善完美 而且他们也可以学习到独立的一面 我参加鲁娃活动是从高中开始 因为高中我第一个教官 就是那个赖心发教官 那他也是就是 我在参与这个活动 其实也带了十几年 其实这些小朋友 从小看到大 其实他们 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学到就是自信 他们在这个活动里 我不只在这个活动 那在学校像 就是有一个小朋友 他可能从国小带到大 到现在高三高中了 他可能就是热爱表演这一块 那他也是在 我可能跳舞的部分 也可以就是为学校去做表演 其实我们参与这个活动 然后带小朋友 小朋友这样学习到的东西 都能够在社会上利用 就是试用 其实对他们都是很有大的帮助 最大的回馈 就是小朋友的微笑 跟他一个不舍的眼泪 因为那才是我们 最大的动力的来源 不管多辛苦 我们都愿意去做 因为你 因为我 世界充满更多 爱的感动 燕林高中毕业后 为体恤母亲辛劳 加上与她同在空军制航基地 服务的兄长鼓励 带着服务志工的自信和热情 加入国军志愿士兵的行列 我当初会想要当兵是因为 就是我哥哥他在我早一年录 然后之后他在军中生活 就是有一定的规律 那薪水也就是相当的稳定 所以我也是希望能够 追随着哥哥的脚步 一起进入军中 然后想说尝试自己 他自己能够到达哪一个地步 究竟是什么力量 让廖燕林时时刻刻活力满分 而荣获国军楷模 这项殊荣的肯定 其实对他来说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理由 就是来自于一个幸福的家庭 如果认识的人都觉得 他当选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他其实 他工作表现也都是很受到肯定的 其实这个样子的时候 我们回家 大家都觉得吓一跳 怎么会 因为我们的家庭就是这么 这么简单 人数也是这么简单 可是他能拿到这个奖 对我们来讲 我们也蛮容易的 是希望他可以 越来越好 然后选择 他自己想要走的状况下 然后朝着他的目标去走 可以达成到他想要的目标 只要具有高度热忱的人 不论从事任何工作 必定主动积极 也必能带动周遭的人 产生强烈的共鸣 平时在部队中 负责有限电维修作业的廖彦林 无论是艳阳高照 狂风暴雨 他都尽己本分 全力以赴 确保营区各单位通信不中断 尽职的工作表现 受到单位长官与同员 高度的赞赏与肯定 彦林在本中队服务期间 除了在有限电任务的作业上 非常积极及热心以外 在他平时的表现上 现在目前是在支援我们招募中心的一个招募作业 也荣获103年国军楷模 那针对他个人平时在中队的表现 是非常良好及适合我们全体同仁 一同学习的对象 我在军中 其实我学到蛮多东西 那学长姐他们交来的方式 就比较紧张于就是跟你当朋友 其实就不会有像 就是比较有像学长学弟自然 其实学长姐就是对我都蛮好的 那像查线啊就是或是说去出任务啊 就是大家都是会一起出去 然后不会说就是学长就是叫学弟做事情 学长就是会是亲力亲吻 就是亲自示范说 这个东西怎么做 比如说我们教带他去查修一只故障 他都会先对这只故障 他的故障点在哪里 他所需要带 携带什么工具 他都会很尽责的完成 他其实刚下部队的时候还蛮拘谨的 看起来就比较严肃 对那可能也是因为下部队久之后 跟这个部队跟我们大家 在工作上的一个融入 所以使得他可能就是在工作也比较放心 那在做起事来 那其实我们队上很多学长都还蛮幽默式的在学弟 所以他们学弟进来就觉得这环境还蛮融洽的 所以慢慢他会比较放开心怀跟大家接触 那如果当学弟妹或自己本身有出事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给予比较正向的鼓励 不会想说要处分 这处分只是一个手段 对那其实我们的目的是在于说 在一个安全的工作之余 能把事情做好 每份工作总是有甘有苦 物对生活 让廖彦林学习到保持勇于接受挑战的态度 要求自己不论执行何种任务 都必须兼顾各项环节 妥顺规划 尽力执行 自去年开始 担任空军招募专员的廖彦林 他已参加公益活动时的信念 帮助别人是一件喜乐的事 协助有意投身军旅的青年学子 完成报考程序 并以自身经验鼓励他们 多能用心经营军旅生涯 未来的成就绝对无可限量 希望借此立定志向 让社会上的青年才俊 挥洒青春热血 捍卫国土奉献大爱 谢谢叶玲你对我这么好 然后我从你身上也学到很多 不管是带人出事的道理 还有怎么去办活动的一些方式 对然后毕业后我就要去巴西一年 就是希望我们不要失联 要继续保持联络 谢谢你 加油 不再回头 她是我的骄傲 叶玲 加油 不管世界尽头多寂寞 叶玲 加油 国军需要你 叶玲 继续保持一颗热情心 继续为部队发光发热 叶玲 加油 叶玲 当你想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只要你认为是对的 那你就尽力去做 我们会支持你 加油 叶玲 加油 老师以你为荣 统统以你为荣 那希望呢 你能够带领我们的学弟学妹呢 未来可以做得更好 更棒 叶玲 要继续加油 希望以后我们的学弟妹们 可以更继续跟随着你的脚步 为这个社会继续发光发热 加油 可不伸出双手 想拥抱 怎能握着拳头 我们还有很多梦没做 还有很多梦没做 还有很多梦没做